很多人配戴隱形眼鏡 不再只是透明就好 有時候還會選擇有顏色的放大片 讓雙眼更加有神 但這位美女上班族 卻因此差點失明 從照片來看 她的右眼角膜的中央 仍有鏡片殘留 看起來是緊緊的黏住 一失了解之後 原來這位OL從事保險業務 常常在外面趴趴走 但連日高溫卻也讓隱形眼鏡 變得很難拔 隱形眼鏡在設施三十六點五度以上 就會變得不好吧 原因就在於高溫容易導致 放大片的薄膜剝落黏住角膜 此時如果又強摘鏡片 恐怕會讓化學物質釋出感染 還有患者用指甲把角膜刮花 嚴重的話恐怕會失明 其實不只是曝曬在陽光下 包括吃火鍋或者是烤肉 甚至是拜拜 眼睛長時間受到熱氣影響 也可能會發生隱形眼鏡 被角膜吸附住的窘境 醫師建議如果拔不下來 千萬不能硬拔 可以熱敷或者是按摩眼角的外側 讓空氣進入鏡片與角膜空隙 比較容易取下 再不行的話就要儘快就醫 別因為愛美傷了靈魂之床 記者林正彥潘影文高雄報導 記者林正彥潘影文高雄